曼联输球最沉队名速,不尊重别人你没犯过错,距离曼联2比3不敌宝基球队布莱顿已经快一周的时间了,但是那场比赛引发的风波依然在持续,当场比赛表现糟糕,饱受批评的曼联后卫败利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利物浦名速格雷姆·索内斯对他的批评,科克迪把人对此进行了无形的回击, 他认为索内斯的批评不仅缺乏尊重,并且对球员的成长毫无作用,万联在耻辱性的输给布莱顿之后,穆里尼奥和整个球队一夜之间成为了众矢之地,而在比赛中表现糟糕且送给对手一粒点球的败利也成为了不少名速批评的对象,其中树立乌普名速,现天空体育评论员索内斯的言论最为激烈, 他表示,败利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在纽约,还是在过新年,If he is in New York on New Year,败利在接受每日进报采访时对索内斯的言论进行了回击, 他说,当别人发表建设性的批评之时,我总是友好的去接受,这些批评能够提供帮助,因此我喜欢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接受这些批评, 但是,格雷姆索内斯说的话,有点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因为这变得极其个人化,他这种批评的方式对年轻球员的成长和进步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败利补充道,我认为这些批评有点太过严厉了,尤其是这些批评家还上场参加过比赛,并且可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犯过不少失误, 败利在2016年夏天十亿三千万英镑的转会费加盟曼联,他在后防线上的表现向来比较出色, 但是在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科特迪把人确跟着了摩一般表现如同梦游,上赛季,败利由于伤病原因,并没有获得太多出场时间, 曼联本周将迎来与热次的强强对决,届时败利应该还会获得首发的机会。